曾经我就是学新闻的 但我力挺张学峰 学新闻背后的辛酸没有人说 今天我就来说一说 如果能进大电视台 一个月能发八千撑死了 如果是地方的小台 一个月能发四千撑破天 学新闻对普通家庭来说 可以说是烧钱 学艺术的孩子在高考前都要集训 一天上四节课 一节课是五百块 一天是两千块 如果集训十天那就是两万块 那如果再算上寒假的集训 那可能就是五万块钱了差不多 这还不包含平时的一些学系 学这个专业在考上大学前 可能就已经花费了二三十万了 考上了以后 那大学生活肯定是无比的精彩 各种的舞会 各种的主持 各种的表演 对新闻学专业的同学来说 最痛苦的就是毕业那一刻 因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大电视台进不去 小的地方电视台又看不上 因为大电视台 它不仅仅是看你的学历这么简单 它还有一些背后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小电视台 一枚发展 二枚工资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 说到这里 再给大家说一下新闻学专业的工资 如果能进大电视台 一个月能发八千撑死了 如果是地方的小台 一个月能发四千撑破天 你说你想当出镜弃者 你说你想当新闻联盟主持人 做梦 可能在你之前已经有四百个人在排队了 那就只能做别的行业 可是你做别的行业 你跟别人已经没有可避性了 你说你在一家企业面试 你说我是学新闻专业的 你都能把别人逗笑 张曲红老师真的很良心的 他的建议适合绝大多数普通家庭 如果您的孩子正好在选专业 可以去看看 当然如果您的家庭条件非常的好 您为孩子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可以为他的这个理想和梦想买单 那没问题啊 选啥都可以 什么企业管理 国际贸易 市场营销 这样的专业都可以选 现在的新闻布置的学 以下是我的观点 第一拿报纸来说 现在别说看报纸的 你用报纸包东西人家就嫌弃 第二收音机现在都成文物了 哪有人去听什么广播电台 人家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程序 不比你的收音机音质好吗 第三 现在谁还会拿电视去看新闻呢 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 在新闻联播还没有报道之前 别人都已经刷到了 第四 学新闻的同学都知道 学校的教材目前还停留在十年前 可是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呀 以前的时候一个节目出来 需要什么呢 彩编播对吧 需要一大堆的人去做背后的工作 现在呢 一台手机就可以搞定 所以要想新闻这门学科值得学 那必须教材要迭代 学校能不能开车课程 新闻和短视频来结合 看到了很多学新闻的前辈 第四张学峰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还刚刚在上 就你们写的那些东西哈 又臭又伤 拿在短视频平台播放连500播放都跑不了 你信吗 以前发生一个事件 记得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去报道这个事儿 现在还需要往人人自媒体的时代 一旦有事件发生 总有热心群众的举起手机进行拍摄 第一时间就已经进行了现场的报道 哪里还需要你坐很长时间的车去报道 去编辑 然后去把它播放出来 剪辑出来 还需要这些吗 等你报道出来的时候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好